嗨,大家好 我現在在的地點呢 是在紫森林這邊 跟大家說一下 這邊最主要的一個餐廳 停車場是在那邊 進來之後 這邊就是圈印的櫃檯 這邊做DIY 下面部分就是餐廳 吃下午茶 還有就是早晚餐的地方 這一棟就是最新完成的一個 軟樹館 軟樹館部分有分一樓跟二樓 這個軟樹就是這一棵 就是依然的線樹、軟樹 好,那就是圍著這個湖 湖的部分 你看看會有很多小朋友 在餵魚喔 好,那這邊有賣魚飼料 一小包是50的 那有一個寶特 他會DIY部分他也會送 然後也有 現場也有賣一瓶 就是像礦泉水瓶子的一個魚飼料 然後他大概就是一瓶是50元 哇,這邊可以餵魚餵鴨喔 你看看 小朋友超喜歡這裡的 好,這就是軟樹館 他就是 我認為就是很適合長輩 然後非常非常方便 像我們住二樓的部分 出去就是大家聽齁 生態導覽呢 你會在這邊集合 然後開始走出去 好,那如果說是住這個森林館的部分 森林館是比較基本的房型齁 就是 他沒有辦法就是沒有陽台 然後會比較基本一點 那他的房間部分是從三樓 好,坐定屏三樓 那邊有一座 有一個橋然後過去 可以看得到這邊 有一個是森林館的部分 它是在這邊 好,那邊會有一個可以撈瞎的 撈瞎的一個紙 在那裡 在那裡 好,那這邊呢 還有一個是 植物館 植物館也非常受歡迎 它一樣就是 軟樹館跟植物館 它的特... 像植物館它全部就只有一樓 一樓 那一樓部分喔 它就是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陽台 可以走出來 啊,這可以看得到 對,沒有錯 這就是一樓的房間 你看看 那有人在退房了 像這一間就很有特色 就是在轉角間 等於是090度 都可以看到外面的view 哇,你看看 自己的陽台出來 就是這樣子 可以看到這一片景 也很美 然後聽說好像這邊有一些就是 落雨松啊 所以在落雨松季節的時候 就非常漂亮 那如果說你喜歡 出來就是跟... 旁邊就有這樣自己的 就是陽台祠堂的部分 這是植物館 對面是軟樹館 好,那如果說是在本館那邊 就是軟樹 就是如果想要最方便的 像這天 像昨天有下雨 就是我們像下雨部分 落寧 像拿行李就是這樣子 坐電梯到一樓 因為你停車場進來是二樓 坐電梯到一樓 然後再走這些 走一個四五階的階梯 然後再走這個步道 進來 進來這裡 這裡然後再開始到自己的房間 這是植物館 然後森林館在三樓的那一邊 我覺得就是像我個人的話 我是最愛軟樹館 因為我覺得它好方便 超方便的 就是要去大廳啊 DIY啊 還是要去撈蝦啊 那如果說要來池盼的部分 就是走個樓層或者大地 其實就是走樓梯下來就好了 那像我們現在 我們昨天住的是這裡 6203號第三階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從上面看到下面的 魚池這邊 超漂亮的 看一下 壓壓 很舒服很舒服哦 有屋館 大廳 餐廳 軟樹館 然後生態潮覽也是在大廳的地方集合 然後再去那邊 那邊就是森林館 如果說就是要走上的步道 進去做樹植物的部分 就是要再走這一小段這樣子 好 分享給大家哦 很棒的地方 很棒的地方